左左靠着王建平的用意 告诉对方 接着与国民大主席朱立伦 并有默契的各自离去 就算主持人邀请讲个几句 朱立伦也挥手 示意不必提前离席 但就这么刚好 在两人碰面之际 传出由党内本土派 反朱斯利英 劝进台中市长卢秀苑 投入明年主席选举 没获得回应 于是在7月7号 争论早上王建平 希望出手整合乱局 并盯在本周举行活动 广邀地方派系出席 将近期王建平又开设 桥王线上课程 一时声量篡起 动作频频 我第一件事要恭喜院长 因为院长最近担任 这个荣誉讲座教授 在制造任何的党内的纷扰 或者每个礼拜做文章 这些都不是党内之福 所以说没有这回事 哪里有谁来讨教我 你没有来教我 没有别人来的 我是等于退休了 至于台面上其他可能人选 像是立法院长韩国瑜 应有院长身份参选几率 趋近于零 新北市场后裔 这表示党内团结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过月底 国民党的全代会 首度将党代表提案 改成书面 讨论议程时间 也从过去三小时缩短到25分 被中常委质疑 是巩固党中央威信 总共仅安排25分钟 比国小的班会还短 能够让上千位全国党代表 畅所欲言反映基层新声吗 这是违反世界民主潮流 完全没有这样 我们是跟美国的共和党 跟美国的民主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 重点是我们是130周年的党庆 只是刚好明年中 便是主席选举改变 既有惯例开在部分 人事眼里就是别有用心 TVMH来连国这一回 台北报道